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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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茵 掌门寿命于你我追查病医 可如今却毫无能够 无头绪 若瘟疫 再继续蔓延下去 恐怕救治就来不及了 大师兄 你是爹的首徒 这种事情一定难不倒你的 就当作是一场失恋 嗯 嗯 我只是觉得奇怪 这些尸体犹如干尸 像血液被吸干了一样 倒不像是瘟疫 而像是人为而成 小宝感受到了魔忌 你 救人要紧 嗯 你没事吧 有魔忌 他魔忌很重 小心 是什么人干坏我的好事 嗯 嗯 嗯 原来是你这个妖女在此杀人采血 邪魔妖道 鼠山弟子得而助陈 什么鼠山弟子 一会儿不还是我散下的冤魂 嗯 看 好好 回去告诉诸葛 可遇我 我天狱猎影神宗宗主 绿袍尊者 还要给蜀山 送一个大大的礼 在天狱摩地址 恐怕来者不善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通知掌门 小宝 有妖精 看看去 有腥味 师妹 小心 有孙 有孙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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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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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 魔宗的人来了 师姐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小溪 走 清云 你们怎么也下山了 公孙师叔说要魔宗的情报 能捉到活得最好 本护士还有钥匙 懒得陪你们玩耍 天然他可跑了 这家伙在魔宗的地位肯定不低 看那是什么 别碰 那个人浑身是毒 这个东西可能也有毒 谢谢大师兄提点 这应该是魔宗的传输术 二十四年前赤魂师失落的那个元神 竟然在离此三十里外的卧云村内 魔宗既然已经发现了元神 那他们岂不是马上会去抢 我们要替掌门取回丢失的元神 绝不能让魔宗抢在我们的前面 清云 你忘了 师父让我们在外面一切要谨慎小心 你呀 这个毛宗的脾气可是要改的 这次清云的话倒是有些道理 蜀山寻找失落的元神多年 始终未过 这次终于有了线索 是个难得的机会 值得我冒这次嫌 既然大师兄也这么说 那我们就听他的吧 嗯 护士 你要跟上去吗 大鱼已上钩 后面自有人接影 是 好